当时也是他追着我 咱俩也一起五年了 当时也是他一见钟情嘛 对我感觉就是很义无反顾的那种 我当时跟他讲了这种情况 我说我现在年龄也不大不小了 比他先出社会嘛 我说我现在是奔着结婚去的 行 他说就是裸婚我都跟你 那到前段时间我们也谈那么久 我说是不是也该三娘结婚了 结果他就一直拒绝 就前后很大一个反差你知道吗 现在竟然跟我要房子 要车这些东西 就过去说裸婚我也愿意嫁给你 现在你真跟他提出来要结婚 他就问你要车和房是吧 对对 你要说结婚那肯定得有房子呀 没有房子咱俩孩子以后住哪里啊 而且咱俩的工作都在成都 我们不可能天天回老家去住吧 老家是有房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 我之前是有一笔积蓄的 是可以在市区里边买房 但是确实因为做生意 给全赔完了嘛 然后我想着你既然要房是吧 那我老家有房 行吧 我们可以做一个过渡 咱先成家再立业行吧 但他死活不同意 那老家的房子 咱们可以天天回去住吗 不可以 而且他 你在成都租个房子 对 我就说先过渡一下 但是结了婚 肯定得就要有宝宝了 他已经年纪也不小了呀 而且主要是这个东西 也是我妈要求的 就是必须要在我们工作的地方 就是要有房子 不能是在老家 以前他都不听他妈的 就直接跟我就行 我说啥就是啥 现在好了 直接跟我说 我妈要怎么样 我妈要房 不是 先租一个房子 过渡一下吧 就老师我跟你说 就之前就 我们在成都 前段时间看过一个 成都周边的房子 就首付 其实也不贵吧 就那时候 他可以问他的父母 然后借一点首付 然后我妈也说了 就可以给一点首付嘛 大家一起 就把首付给了 对吧 然后说结婚嘛 结果他倒好 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 然后死活不向 自己的父母开口 就让父母觉得 这个孩子外面混得很好 就这样 然后房子最后也没买 而且其实买房子 也算是一种投资 其实不是面不面子的问题 老师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家父母 也五十多岁了 我觉得他能把我们 供大成人 能把你大学供完 其实蛮不容易了 是是是 对 现在他们一分一分 攒的养老金 我只是想让他们 省心一点 不要再为我们的房子 再来操心 那你自己拿得出来 他就自己一直逼我 而且我们当时 不是说那个钱不还 我们说的是暂时借 他就是不借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 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代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